其实带来关心台风的最新风态 那么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新北市乌来这边 那么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风势跟雨势是非常的明显了 那么这个风呢 是逐渐逐渐在增长当中 而且呢这个雨就是随着这个风 是不断的狂洒下来 在这边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台风的威力哦 那么可以看到后方其实呢 现场有出现一个状况 那么就是呢 有一根树木 疑似是不敌这个强风狂雨倒了下来 不过它倒下来的状况 就是刚好拉扯到了附近的电线 导致这边出现了一个电线掉落在路面上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哦 那么附近的园警是发现了这个情形 立刻是拿了三角堆 将附近这个状况给围起来 就担心呢 会有民众开车或是走路经过这边 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形 那么呢 现在可以看到风雨的状况 其实跟早上来比真的加强了许多 那么呢 在乌来这边从一早开始 其实风势跟雨势都非常的明显 也陆续传出了一些灾情 像是在道路上 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路数 是砸了下来 就是阻挡了交通 另外呢 在乌来知名的景点 也就是瀑布这边呢 这可以看到呢 它的水势是非常非常的湍急 非常的大的 而它的颜色呢 也可能因为山区不断在下雨 因此是出现了这个土黄色的颜色 不断从上面往下来 而周边的店家呢 过去可能在台风天的时候还会营业 不过这次真的风雨明显的比较强大 因此呢 店家都是完全没有做生意的 也没有办法看到这游客出现的这个一个情形 因此在新北市乌来山区这边 其实真的有明显可以感受到 这次台风的威力 这次台风天的威力